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想到朋友最后又说了一句 第四是放弃 放弃 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怎么可以轻言放弃 该放弃的时候就要放弃 朋友说 如果你确实努力再努力了 还不成功的话 那就不是你努力不够的问题 恐怕是努力的方向以及你的才能是否匹配的问题了 这时候 最明知的选择就是赶快放弃 及时调整 及时掉头 寻找新的努力方向 曾经问一位企业家朋友 他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曾经问一位企业家朋友 他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曾经问一位企业家朋友 他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曾经问一位企业家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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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他毫不犹豫地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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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是坚持 第二是坚持 第三还是坚持 第一是坚持 第二是坚持 第三还是坚持 第一是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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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是坚持 第三还是坚持 我心里暗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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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 朋友最后又说了一句 第四是放弃 没想到 朋友最后又说了一句 第四是放弃 没想到 朋友最后又说了一句 第四是放弃 放弃 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咱们可以轻言放弃 放弃 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咱们可以轻言放弃 放弃 放弃 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咱们可以轻言放弃 放弃 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咱们可以轻言放弃 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咱们可以轻言放弃 该放弃的时候就要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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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咱们可以轻言放弃 朋友说 如果你确实努力再努力了 还不成功的话 那就不是你努力不够的问题 朋友说 如果你确实努力再努力了 还不成功的话 那就不是你努力不够的问题 朋友说 如果你确实努力再努力了 还不成功的话 那就不是你努力不够的问题 朋友说 如果你确实努力再努力了 朋友说 如果你确实努力再努力了 还不成功的话 那就不是你努力不够的问题 恐怕是努力的方向以及你的才能 是否匹配的问题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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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 最明知的选择就是 赶快放弃 及时调整 及时掉头 这时候 最明知的选择就是 赶快放弃 及时调整 及时掉头 寻找新的努力方向 这时候 最明知的选择就是 赶快放弃 及时调整 及时掉头 寻找新的努力方向 这时候 最明知的选择就是 赶快放弃 及时调整 及时掉头 寻找新的努力方向 曾经问一位企业家朋友 他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他毫不犹豫地告诉我 第一是坚持 第二是坚持 第三还是坚持 我心里暗笑 没想到朋友最后又说了一句 第四是放弃 放弃 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怎么可以轻言放弃 该放弃的时候就要放弃 朋友说 如果你确实努力再努力了 还不成功的话 那就不是你努力不够的问题 恐怕是努力的方向 以及你的才能 是否匹配的问题了 这时候最明知的选择就是 赶快放弃 及时调整 及时掉头 寻找新的努力方向